作曲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因為我本身是藝術學院出來的 在德國唸書 可是我回來台灣以後 就開始會思考說 那我所學的這個藝術 如何幫助我去瞭解 或者是去呈現我對於 我生活在这个时空里面的一些感受 所以后来我的整个创作就比较转向 具有社会政治议题的面向 所以我觉得我是跟着台湾的解研 前后的时代的氛围一起在成长的 他们正好在高兰 好好正在高兰 乌玛丽是因为打破传统美术的素材 跟表现领域的一个艺术家 乌玛丽第一次参加国际展的重要的展览 就是参加1995年的 威尼斯双连展的台湾馆 那一年刚好是威尼斯双连展成立100年 就在那个展受到很多国际的注意 后来他又参加日本 在福岡美术馆的一个国际展 那一次的展也是他在亚洲艺术圈里面 受到很大的注意 那他的成就啊 可以说是在当代艺术里面 站在一个很前端的位置 那左胞在这边 对那一边是一侧 那一边是另外一侧 玛丽他跟一般我们从美术教室出来的不太一样 就会有很多很奇怪的点子 也就是他做很多等于是前卫的事情 那但前卫的就会有 有他的困难度 有他的不被理解的地方 所以要很勇敢 玛丽算很前卫的 很有国际观的 他有两个大区块 一个是社群 一个是环境 他会关心台湾的历史 他会关心背景政治社会 好的艺术家是这样 他不是一般的解决一般的问题 我是有前瞻性的女性艺术家 我做一个作品 比较不是传统 好像一个艺术家 闷在一个工作室里面自己去想 而是进到一个场域 然后先去理解那个地方 去跟人间的关系 去理解那个复杂性 可能从里面再去慢慢去发展一个行动计划 看他可以怎么样开展 对我来说 如果他可以在我生活的小小的世界 能够施展一些功能作用 或者带来一个改变力量 那样子也就够了